OK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视频 现在时间是3月13号凌晨的2点 我现在先做一下大盘的分析 然后再说一下今天的照好的情况 然后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波音 因为我这个波音这东西特别值得一聊 今天因为头版新闻全部都是讲到关于波音 OK 等下再聊 现在波音的话全世界红色的过 就是说 等下再说吧 就换一些 其实说一下大盘 大盘的话现在是这个吧 2800这个地方挣扎吧 前12号的13时 当时2800碰到的时候 马上被打下来了 然后的话我看看今天头面的新闻 这个是英国那边的 OK 没有什么具体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吧 市场还是比较喜欢线上走吧 现在还是正中间吗 明天的话 哇 我要是问我的话 我也 很感觉明天还会继续向上走吧 呃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吧 非常有意思的画面 在这里吧 下条 然后出到这里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 有的人问我有什么看法 呃 我只能说 真的也不太清楚吧 真的不太清楚 我很喜欢有个答案出来 但是明天的话 还是应该还是在2800这个地方碰一下 可能又再回来了 呃 或者继续向上走吧 沿着这个 这个地方 向上走 呃 这是目前最大的阻碍 是在2820左右 最大的阻碍吧 最大的阻碍 而这个阻碍 你也可以在这个看到已经很久了 已经有 快 大概从2018年的10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突破这里 如果市场没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比如说像中美这两边签了协议 不然的话这个是很难继续向上走的 我觉得 因为市场上没有什么好的新闻 对吧 呃 呃 如果刹到的话 呃 如果说大盘接到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可以做很多地方的个股嘛 可以刹进去 那目前基本上是在这中间上下徘徊 这就是这种看法 呃 确实不好 不好 预测 老实讲 呃 ok 现在先看看账号的话 今天是赚了这一档吗 HSIC 呃 ok 这个地方我当时看到 哇 市场 我没有在最高点卖掉吧 我是在这里 尾盘的时候 关门的时候卖掉 当时是赚了 这都赚了3.3% 呃 还好大概 呃 大概一个星期多一点吧 一个星期多一点赚了 然后这所以说我不想 到最上方卖掉 其实确实老实讲确实也有上升的空间 但是为什么这么早卖掉 是因为 主要是因为大盘的运数吧 大盘的运数特别影响很大 因为可能2800 这个地方我估计 可能还会被打下来 很有可能吧 就是一直在这种地方维持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觉得还算了 既然今天已经有卖家进来了 就是说今天下午的话 很点心的卖全力进来 所以我当时讲还是卖掉 算了 我只有这个3.3不多 但是也已经超过我的那个分险 我大概当时分险的话 大概在2%左右 所以说已经也3.3%了 已经超过我的止损了 后来我去买了这个ICE 我去买了这个ICE吧 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有这一区上上的可能性吧 就是ICE 我当时把那个卖掉之后去买了ICE 这的话今天走的来 我是在这个地方买进去吧 OK 大家看看 我是在下午买进去的 下午买进去的 这是前提页的数字 表现主的来说表现还可以 今天在最高点的时候没有卖掉吧 因为我在下午才去看 所以说有一定的回调 但主来说还是OK的 我这个还是OK的 然后这话我最后再说一说 我有收到一个观众的问题 要我看一看这个股票 我看一看 一个是这个AAOI AAOI的话 我的感觉啊 就是还不是有下降的压力 但是 很有意思地方 就是我怎么分析这股票 但是我确实感觉到买家有进来了 买家有进来了 但是它的最低点的话 最大的这个支持点 可能会见到 8块6左右吧 8块6左右 所以说这个地方 哇这个地方很难讲啊 这个地方确实 我觉得 有上调的可能性确实是有的 确实是有 但是它市场走的来说是向下走的 非常明显向下走 所以说最多如果说 有的人愿意做这一单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在 15块左右吧 15块16块这个地方卖掉 是这样子吧 但是这一单 我老实讲我 如果一定要我选择的话 我是坐禅的 老实讲我会坐禅 准时的话 是在这个地方 下一点点地方嘛 我老实讲 这个地方我是会去坐禅 而至于KHC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讲到KHC 我的看法的话 我是不敢杀的 我是 我会避免这一单吧 我会避免这一单 这里买家 另外一个买家 老实讲 老实讲 还是有下降的可能性挺大的 这一单我是不敢做的 老实说 相对于刚才的那个 AAOI 我觉得那一单是 我觉得更好 更好 更好把握一点吧 这一单我是不敢做的 这单不管做 我老实说 还有什么呢 对 到现在 今天的账号就是这样的 我刚才也讲过了 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 当然走得来说 没什么变化 现在就讲到波音吧 OK波音现在的话是 有很多国家 红色是这个国家 已经完全不浪费了 黄色这种国家是没有政府官方的限制 但是说里面的航空公司 已经 所以说 红色的是属于政府级的 Nations Nations OK Nations holding 就是政府级的 这个黄色的是属于那种 公司的 就国内的公司 停下来的 那么我现在去看看波音的股价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考究 OK 这个地方当时 大家也看到我前几天 前两天画的这个 这个人是Sport 最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Sport这里 这里建下去是非常有难度的 这里要想建下去 除非 再发生一个 飞机事故 不然的话 我觉得很难建起来 因为我 上一个视频里 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 我看过它之前 它是个空弹 之前有过空弹 其实对鬼战的影响 也不是非常的巨大 是有 有时候短时间 可能一天之内 确实会降很多 但是马上又回调 所以说我感觉 基本上 经过这两天的那个世界 我觉得波音的话 股价应该是很难再建下来 这里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Sport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话 降格降到这里 又上来了 又有回调 就是这个今天 所以说 其实有些人 其实有些人 有些人确实会下进去 我觉得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 价位 我目前是暂时是不会去杀进去 我除非是价格降到300左右吧 但是现在这个价位 我是不太愿意杀进去的 我估计可能明天后天还能再 还会在300期这里跳几次吧 其实我也考虑过要不要杀进去 来个短线的操作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商讨的 OK 所以说这一单我做的感觉就是 想赌一把的人 想试试看的人 确实可以在370左右 买进去 在360左右之损 360左右之损 我觉得是不错可以尝试一下 OK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其他的股市的话 UNH已经涨了好多 我没有摆进去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利润的话 不是非常的好 就值损跟利润比例不是非常好 TweetAdvisor今天表现非常好 不是说非常好吧 就是说还是很稳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有一些阻碍下来的 阻碍下来 但是他后来又回来了 这个地方又回来了 所以说只要能够过了这个关卡 你这里一两 其实只要两三这两天之内就能知道 能不能够具体打过这个阻碍 一旦这里打过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阻碍了 可以继续往上走 这是我的看法 特斯拉的话这几天有些回调 回调 回调一点 还有什么股票呢 对 基本上就这样子 OK 那我今天就是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 主要就是 分析下这几个股票 OK 因为整个市场也没有什么大的新闻 也没什么可讲的 OK OK 那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点个赞 还没订阅的可以考虑一下订阅一下 OK 好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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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